假期的第三天 辽宁大连的旅顺樱花园里 樱花漫无 游人如知 此刻总台记者陶泽文就在现场 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泽文你好 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旅顺樱花园了 那这个时节呢 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樱花可能是已经卸了 但是每年的五一假期呢 几乎都是地处东北的辽宁大连的最佳的赏映期 那么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啊 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的樱花园不单是这个花开正盛 游客们也是络绎不绝的前来啊 据原期提供的这个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的前两天 每天平均是有两万多人次的游客前来这里啊 赏花看景 享受休闲的时光 那么此时此刻呢 我也能感受到 虽然是临近中午 但是游人还是在不断的往园区里进来跟这个花 享受这个花下之旅啊 那这个假期呢 旅顺樱花园也是推出了多彩的这个文旅活动啊 看 在不远处此时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国风潮流的主题巡游 身穿汉服的表演者啊 和这个旁边盛开的樱花一起啊 给所有的游客带来了一场国风的视觉盛宴 那么此时此刻呢 我身边的游客们正在体验的是 粘花 哎 什么叫做粘花呢 看 粘花呢 就是把这个鲜花啊 或者用其他材料所制成的这个花 哎 带到头上 当做这个头饰 粘花呢 也是寄托着啊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许和向往 那么头上呢 是美丽的粘花 哎 身旁呢 是盛开的樱花 身上呢 是秀美的汉服 边赏花边体验 直接拉满了游客们的体验感啊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 哎 这么好的一个天气 那一定也少不了这个非常热门的露营了 樱花树下啊 与家人朋友一起 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 聊聊天儿 哎 赏赏花 欢聚这个时刻啊 在这种生态美景中是别样的这个开心啊 此外呢 今年的园区呢 还设计了长400多米的这个樱花彩绘大道 并推出了这个樱花音乐会啊 花下赛事等这个特色活动 还以这个樱花为IP 哎 打造出这个樱花凶针啊 樱花书间等文创产品和这个飞衣糕点礼盒 那在这里呢 游客不仅可以畅快游玩赏花 哎 回去的时候还能带一份来自樱花园的特色伴手礼 那么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啊 樱花数量和品种最多的樱花园 每年的4月下旬啊 到5月上旬都是这个这个园区内30多种啊 共6000多株樱花都会次第绽放 那单瓣樱花的开花时间较早 它大概会在4月的中下旬成为圣花期 那么此时呢 是副瓣樱花的圣花期 哎 大家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些树上哎 特别饱满 然后层数特别多 花瓣特别多的就是副瓣樱花了 那我手中的这个也是我刚才在园区内直播之前 找了好半天才找到的啊 比较完整的大家可以看 只有一层 而且半数只有五个 那这个就是单瓣樱花了 那么在这个园区内呢 不单有这个漫山遍野的樱花啊 同样还有这个玉兰啊 牡丹啊 韶药等各种特色花卉 从这个高空俯瞰啊 鲜花啊 和这个花海就是连绵成片 还有星星点点的 再加上这个山间和大地这种春季的这种青绿色 以及这个溪水的这种净腻啊 整个园区真的特别像一幅油画般的绚丽多彩 这也正吸引着所有游客在这里流连期间 五一驾七期间呢 为了保障整个游客们的游玩体验呢 园区还完善了各项的配套服务 比如说增加了临时的这个移动卫生间和医疗救护点 园区周边还增设了临时的停车场 同时更设立了这个赏映的公交专线 园区内连绵的花海啊 离不开这个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那么游客们能够在这里 井然有序的赏花 看这些美景更离不开 多部门和志愿者们的这个保障 那么在这个五一驾七啊 让我们对所有劳动者表示敬意 谢谢你们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把时间交换给演播室 好的 也谢谢泽文带我们一起去踏青赏花 邂逅美景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